失望部分议员之前反对今天支持安华 国盟获111票证明非常脆弱 后门议长多么厉害 为了让后门喝温水味涨到国会投票 不惜祭出山歌这个后门政府的专属党剑牌 反而人民要回家奔丧就不能 就在后门议长 不堪被华哥追问之际 他突然抛出三份 华哥今晚爆料 原来有议员是强烈反对的 但因为这个原因 导致他们今天突然转枪头 反对党一连吞下28比0的悲惨记录败账被受批评 今晚华哥终于开箱回应了 今天国盟政府成功以111对108票 顺利通过2021年裁案三毒 反而在面对28比0的败局里 公正党主席兼国会反对党领袖安华 却认为 今天国盟以微差票数闯关 证明这个政府非常脆弱 他今晚发表文告声明 由于国盟在今天所获得票数不足112门槛 因此国盟政府未来其正当性 仍然会受到质疑 他批评一些之前强烈反对这份财案的国会议员 但今天却大力支持这份财案 此举令他感到非常失望 他认为 这份财案基本上依然充满瑕疵 而且偏重政府的政治生存 而不是人民所需要的财案 他说 国盟政府错误地将财案通过 与工部门服务与薪资支付的课题 联系在一起 再加上部分反对国盟的议员 或许为了展示他们 与同样受到疫情经济冲击的数百万公务员同在 因此才会选择支持财案 而且 那些国会议员曾经强烈反对财案部分项目 如今却支持通过 实在令人失望 安华在文告中也提及 当财案在11月26日的一读的辩论中 许多政党的国会议员 都对各种重要问题表示关注 特别是撤回雇员工基金 EPF储蓄和缺乏涉及没有EPF储蓄的人的安全网的问题 这些条款最高金额为4050万令吉给社区传播部 J.com 并且该基金的目的已经分配 无论适用于政治目的还是其他用途 以及分配给目前受挤压的商人的资金明显不足 但是 当时由于国盟政府认为 如果不批准预算 公务员的薪资和绩效将受到影响 那么有许多国会议员会选择支持财案 并伤员数百万在这个经济大流行时代 也受到影响的公务员 所以这些人当然支持国盟政府 但是不幸的是 有些议员对先贤投票支持预算的几个问题 表达了强烈的看法 但如今却支持这份财案 此外 安华也引述会议国际评级公司 FIT Waitings的报告指出 最近马来西亚的评级被下调 这也表明 我国的经济管理绩效多么薄弱 智力水平令人担忧 安华直言 如今大马将回到黑暗时代 在这个黑暗时代 据世界银行报道 今年马来西亚的表现和智力标志也有色削弱 预计腐败指数和媒体自由等其他方面也会下降 投资者的信息也将受到影响 区域国家可能会将我们留在各个领域 特别是经济和发展部门 从如今的大流行的经济环境中 要再重新崛起的新方式 此举已证明国盟无力有效履行职责 所以 国盟政府将继续面临信任问题 因为他们在今天只有不到112个支持 像这样的弱国政府 他们将继续屈服于那些有兴趣的贪婪的人物 人民的福利将继续被牺牲 我们下继续屈服务的重新 我们下继续屈服务的重新 我们下继续屈服务的重新